早上好呀 今天你怎么动线是在这里呀 我突然间想随便翻一翻 看着是吧 你好 好呀 好呀 你好 我们过去吧 我先过去把鸡蛋吃了 鸡蛋 你吃的时候就是那种 原味的煮鸡蛋 对 原味的 煮鸡蛋 今天可是王毅帮我包的哟 好呀 开个澡 早上好呀 早 海军一封一封 我看这边 这个有点熟悉 所以这是什么植物呢 我感觉有一种植物 叶子也很大 好像也是 是不是好像有一个是 什么浏览器可以直接识别 这个植物的名字拍照的 侯云昊永远是默默无语 踏实行动 网文草 捕蚊子的就是一个 网 网络 网文 不是捕蚊子 我也是网蚊子的蚊子 网络是一团火焰 男子 一会儿会发布最后一个可题 五分钟后 二号会议训 新诚 新让不太好 我感觉每次发布课题的时候 不公布结果的时候更紧张 我今天在想 就是没想到这个课题结束以后 再也没有新的课题 我觉得应该这是会特别一点吧 他不会再看文件做这些的 他也许会这样 就是赢的人对外会获得 但是没有赢的人有鼓励 心态很好 也好 也好 大家都有机会 其乐融融 对 朋友们 走吧 走 好 走吧 他们有的人还没有达到百分百 应该还会蛮紧张的 现在只有四位过了一百KPI 是的 你们期待最后一个课题是什么 不是很期待 不是很期待 回来很真实 我们最后一个课题是两个案例 一个案例是飞速的 一个案例是诉讼的 我们先来看飞速的案例 陈律师 飞速的案例是这样 这是一个股权收购的交易的谈判 X公司是一家生产 经营传感器的一个民营企业 实控人王总因为投资失败 还有很多个人债务需要偿还 所以准备出售X公司的控股权 然后他准备出售控股权的价款 用于偿还个人债务 目前就这个股权转让事宜 跟收购方X基金已经接洽了 X基金是一家设立在开曼的 这个离岸的并购基金 为打通上下游供应链 X基金就准备收购王总持有的 和X公司的全部股权 我们分别将作为买方和卖方的代理律师 基于初步达成的合议的交易原则 进行进一步的谈判 这个安置的大致情况就这样 回头有关的详细材料 我们会通过邮件的形式发给各位 接下来我们来看诉讼的案件 G公司及其关联方 与S公司曾开展 关于某项业务的战略合作 2018年的9月 S公司与R基金 以及与S公司原股东 签署了投资协议 其中约定R基金 以可转债的方式 向S公司提供5000万元借款 2019年的4月3日 R基金向S公司 支付了200万元的投资款 余款4800万元至今未在支付 由于R基金的上述借款 未能全部支付到位 S公司因此产生相关损失 并理根据按设协议约定 向R基金提起仲裁 要求R基金支付借款 并赔偿损失 我们需要有两组同学 分别代表S公司为申请人 以及R基金为被申请人 通过仲裁的形式 完成案件处理 都是要直面PK 这两个案子对抗性 都还蛮强的 我们理解做律师 找到适合自己的领域 还是挺重要的 通过前面八个课题的考察 大家对于自己想做诉讼 还是想做非诉 可能已经有了一些浅显的认识 当然有些同学是比较坚定的 那么接下来这个案子 我们就需要大家来选择 你们是加入到非诉的案件 还是诉讼的案件 我们由四个人负责一个案件 每个案件两个人一组 两组是对抗方 两组共同分配的是 四十五点KPI 四十五 同样的拉锯站 每五分为一档 此消比掌的拉锯站之后 最终的分数呈现 可以是0比45 5比40 10比35 15比30 和20比25 此外 我们会在每一个案件当中 设一个全场MVP 额外获得五个点的加分 这还不错 我们在分组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目前的KPI 一百分以上的 有可能通过这个案件 最后一个课题 冲击一百五十点KPI 没有到一百分的 因为这个案件的分值设定很高 最高可以拿到五十分 也是有机会能够冲上线的 黄凯 黄凯 他有一线机会 所以我希望所有人 在最后一个课题当中拼尽全力 接下来我们来分组 我们的选择顺序是怎么选的呢 KPI从低到高 黄凯 挑一个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最佳的持方 我往这个方向看过去 四个人的表情各有不同 有沉着冷静的 有面露蓝色的 有面露喜色的 还有面露尴尬色的 各种脸色都有 所以第一个选择的是黄凯 选择很关键 其实在中间选最好 先选不确定自己对手是谁 也很危险 好 下一个 一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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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呀 我 我感觉选择大力努力 宇童会怎么选 我对这次的评比结果 我觉得非常让我信服口服 虽然结果不是很好 但是我第一次做Face 我觉得它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好像比Sufun 要更 更适合我一点 我 我是这么感觉 好 他是找到了自己做Face的感觉 嗨嘞 雅琪和肖阳评分 你们俩需要剪刀石头布 来说 才是什么 拜拜 好 好 好吧 好好 没有 过 没 到